王牌对王牌节目第七季迎来了杀青之作 导演梧桐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令人过目难忘 看来王牌节目在最后的一刻告别观众 也很有仪式感 总是把最好的节目内容呈现出来 带给人些许启发和收获 从梧桐到幕后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怎样的不舍之情 作为王牌对王牌节目的导演 梧桐的导演才华非常好 不仅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还有很多打动人心的节目策划 加上王牌家族成员华晨宇 关小彤 贾玲 沈腾 王牌师兄弟沈涛 宋亚轩 足够给力演出 也就成就了一档王牌综艺 当然了 王牌对王牌节目从播出到结束 也都是很正常的 梧桐作为王牌节目的负责人 特意发文表达了自己的依依不舍之情 其实 这就是一档综艺节目的情谊 看起来很正常 其实还有很多令人铭记的节目环节 不可否认的是 王牌对王牌节目在台前幕后 还有一个强大的制作团队 他们给力王牌节目的演出发展 当然也舍不得离开这个节目 正所谓时间长了 彼此也就有了感情 这样的一种情感走向 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说完的 但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互动 这个节目的主创团队成员和主持人 嘉宾等人也就有了特别深的友情 朋友走了 有谁舍得呢 王牌对王牌 究竟要感谢谁 王牌对王牌节目自开播以来 收视率屡创新高 能够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王牌节目自然是要感谢观众的支持 以及王牌节目上上下下的所有人士 还有浙江卫视那样好的一个平台 从大方向来看 王牌节目最应该致谢的是 就是整个节目的正确导向 邀请精英人士 传播历史文化 寓教娱乐 带来快乐和收获 这正是观众喜欢节目的重要原因 从小细节观之 王牌节目要感谢节目组的内容创新 内容为王 质量取胜 才是一档综艺节目做大做强 受人欢迎的重要原因 王牌节目的合影照究竟有多特别 王牌对王牌节目第七记录制杀青后 两张合影照片引人关注 第一张合影照 就是王牌节目幕后工作人员的照片 看上去 每一个人都是笑容满面 充满了朝气蓬勃 第二张合影照 华晨宇 沈腾 宋亚轩 关小彤 贾灵五位艺人出现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可爱极了 透过这两张合影照 观众朋友不难发现 从王牌节目的工作人员到助场主持人 都有机会合影留念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结局啊 其实 王牌对王牌节目原本就是一个很大的集体 每一位出镜艺人 以及工作人员 都应该在节目中留下自己的足迹和面貌 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很打动人心